习上东北,是北戴河会议的一个结果, 叫所谓的共产党,就下一个100年和下一个5年目标的核心, 振兴中国东北,把东北打造成一个未来百年的世界的工业基地中心, 这是定了局的,最重要的是什么? 北戴河会上说的是,要把俄罗斯当年不卖给中国的发动机业材料技术, 特别是俄罗斯的能源,天然气,当年的就所有的搞不成的天然气和石油, 俄罗斯玩的那些这个欲擒故众的,统统变成现实, 然后打通一带一路的北线,东欧线, 把整个俄罗斯的木材,能源,农业, 说整个东北三省的农业板块北推2200公里, 2200公里大家算是去哪了? 从西伯利亚,海参拐往北走,布拉格森斯维克, 布拉格森斯维克,海参拐,西伯利亚2200公里, 往北推2200公里,然后把火车打出四条线, 叫做中东的东线,中线和西线, 然后跟欧洲要接起来, 把整个亚洲的40亿人口和东欧的大概在5亿人口, 全部跟他连在一起,打造新型市场, 把金砖国上海组织,所有国家的技术市场连在一起, 然后发行数字人民币,死磕美元,死磕欧元, 习近平到东北去这次,是一个所谓的未来5年10年百年的三大布局, 把俄罗斯的能源石油木材农业全搞起来, 就是这种情况下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死得越惨越好, 中共才有机会,这叫做抓住历史机遇, 中国北上,避尔西方, 就是跟美国现在尽可能在台海避免冲突, 所以打台湾呢,目前美国想诱使他打, 他都不打了,不敢打,他打不赢, 第二个就是这次这个李克强到南方去, 就是南方继续保持开放, 俩人是一个是北上搞的是工业, 就是中国大战略, 李克强到南方是安抚人心, 这俩人一点都没矛盾, 跟内部政治半毛关系没有, 根本不存在李克强和习近平的斗争, 完全是胡说八道, 就是李克强这个人他在...